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丽的青山 如此的美景 人在这走 感觉就像是在画中游一样 这样好的美景 我当然不能一个人独享 这次的节目 我要带着您一起去看看 当地的人们怎么利用这美景 利用这么好的环境来创造财富的 走吧 东白湖镇位于浙江省朱济市以东的东白山路 是浙江省的东海文化明珠镇 省百家旅游乡镇 土地面积有215平方公里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 俗话说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当地人依靠着优美的生态环境 创收致富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给您介绍 这其中两位年轻的创业者 不是 袁兵来了 眼前的这位叫蔡科伟 他刚才是在说什么袁兵来了 什么袁兵来了呀 实际上是因为今天他要做一道酸菜炖老鸭的特色菜 需要抓一只鸭子 自己又抓不着 所以只能多请几个帮手来帮他一起抓 我是看到有氧的 那个鸭子不是看的吗 我觉得 那个鸭子我吃我这里的一道菜 那个鸭子飞起来的话 比方带要高 飞起来很高的 那你每次要是想抓它的时候 岂不是很困难 当然用手肯定抓不住的 我等一下 现在就是带你一起过去抓一下 拿工具去抓 拿工具 拿个网给你去抓一下 对 我来一个吧 对 你来一个一起抓 可以带蜻蜓 对 我们要用个策略 想一个策略 什么策略啊 我上这边去吧 对 对 我不知道看哪错 你过去吧 我过去好了 我过去 这群人 折腾了半天 能抓到鸭子的希望 还是十分的渺茫 这也难怪 因为小蔡说 他的这些鸭子 不是关在龙舍里喂养 所以活力十足 小蔡说 他这儿的鸭子 虽然经过十几代的人工繁育 但是依然难抓 也正因为长期的自由散养 使他的鸭子肉质鲜美 营养丰富 这个鸭子太难抓了 我必须放大招 这次也大招 对 我的臂沙 好 来 你下几 我反正不下 好的 走吧 好点下来 看来这大招 也不管什么用啊 小蔡 你这是在逗我们玩 还是在借机自己玩啊 好 好 好 就在师傅右手抄网 左手去抓鸭的这一瞬间 鸭子又从网兜里飞了出去 难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让到手的鸭子又飞了吗 眼看着这日上三杆 就要到中午了 伙计们 加把油啊 这个是我们养殖的水鸭 水鸭 对对对 这个已经跟野鸭子差不多了 是吧 习性跟野鸭是一样的 因为在这儿没人管它 对对对 因为都是散养 放养的 这个为什么逮着鸭子这么费劲啊 我这个鸭子它是主要是为了客户啊 有一种提液感 就专门特意要这个形式是吧 不光这个鸭子 比如说我这个食材 比如说咱们的鱼 鱼都是让客户自己钓 垂钓起来都整个加固 很亲切的 但是你这样自己养了鸭子 自己养了鱼 是不是其实你的原材料上 就能省一块啊 对 这给我带了不少方便 能省多少 我这样一年的话 差不多能省30万吧 就光这个原材料 对对 因为我都是纯铁来放鸭的 鸭子是那些小鱼小虾 然后剩下的大鱼是 供客人来吹吊 那鸭子又被客人 鸭子养肥又被客人 对对对对 生态炼 然后上面的话 我还送了很多水果 像游客来了 都可以采水果 樱桃啊 枇杷 杨梅 桃子啊 这些客人都可以过来 正当机的就是樱桃 正当机的 对对对 现在就是樱桃 同时也跟我们聊起了 他的创业故事 1986年出生的蔡柯伟 是朱继市东白湖 九曲岭山庄总经理 虽然说是总经理 但人们都称他为小蔡 因为他态度和蔼 没有一点架子 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说起这小蔡是如何一步步 才有今天的这个规模的 那还要从他毕业之后 开始说起 2008年 从学校毕业后 小蔡一直从事财务工作 每天朝九晚五的办公室生活 让他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 于是 2010年 他依然放弃了安逸的财务工作 回到家乡 开始创业 干什么呢 望着家乡的山山水水 他突然觉得 自己占着这么好的资源 不好好的利用 那真是太可惜了 于是 小蔡决定 在自己的家乡 发展农业 搞起了农家乐 太棒了 那边的话 我们种了很多水蜜桃 黄桃 还有李子杏子 还有杨梅枇杷 桃子 什么都有 太棒了 那是红豆山吧 对 红豆山 红豆山的话 它是进化空气 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我这边种了很多红豆山 游客来的话 也可以享受到这些新鲜的空气 真棒 他给我解说 我在吃 我觉得特别礼貌 但是忍不住 因为这都很好吃 等这点 那我见过人别的地方 那个樱桃 都挂得秘密麻麻的 你这个是因为管理的 修剪的问题吗 我这边是修剪过 但是 因为去年下了场大雪 所以它产量比较低 今年可能是受点影响 你这个正常的是收费 你是怎么能够 收费的话 我这边是 就是进场 50块一个人 然后能够带出去的话 就是40块钱 那基本这一棵树能给你创造多少效益 如果是正常年份的话 一棵树的话 差不多是200到400块钱 那还挺不错的 你这慢生病也都是 这一块土地以前是做什么的 这块土地以前种的都是百栗树 是村里的 村里的 然后我给它租过来之后 然后全部种上水果树 这边是水果 对 这边都是水果树 然后这边的话是垂钓去 然后下面是我做农家乐 对 烧烤什么的就在那边 对 烧烤那边 然后在上面的话 也是露营的地方 那边 对 那边做露营的 三清水系的地方 你整个的规划还挺合理的 小菜的农家乐 结合了当地的产业结构 形成了自给自足的模式 蔬菜 大米 是乡下的农户种的 水果是自己栽培的 再加上这山上的鸡 水中的鱼 糖里的鸭 这样一来形成了 自给自足的一个循环系统 这边还没有参观完 那边说食材都准备好了 让我们赶紧过去看看 哇 太丰盛了 这都是咱们这产的是吗 对 这些都是我们哑在山上 鸭子 哑在水里的 然后这道菜是那个 青椒炒鸡 山上的山鸡 青椒炒鸡 然后这道菜是笋肝炖鸭 然后还有这个是鱼头豆腐 这个鱼是那个里头的吗 鱼是我们水桃里面的鱼 然后这个豆腐是小金的豆腐 小金的豆腐 然后这里还有一道菜是西式豆腐 哦 西式的特色 对 西式豆腐 等于是这个地方 一个是都是你这产的 另外这都是咱们这特色 对 太棒了 我发现一个好玩的东西 就是你这炉子 带轮子 你怎么想起来 弄一个移动的这么一个大厨房 做这个炉子主要是考虑到 因为很多城里的 它现在都没借过 现在就是90后 没借过大采锅 所以我借这个炉子 就是让他们可以轻松体验一下 这种炒菜的感觉 随着皮皮啪啪的声响 我们的第一道菜 青椒炒鸡下锅了 这种大柴的火可能不太好掌握 炒起来需要特别的技巧 哦 你要喝辣椒了 我能帮你炒吗 好的 好的 不是 我炒这个 你往里放辣椒 行不行 稍微炒一下 稍微等一下 还没熟啊 要熟的时候才放是吧 别炒 再炒一下 再炒一下 好 我密起有的是 大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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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好幽默 想偷学她的技艺不行 但是让我多带客人来 她再教给我 让我们专业的 要专业的炒 累不累啊 不累啊 我是担心我炒的不专业 好的 很好 很好啊 每天都来炒 每天都来炒 哇 这是要赶紧翻是吧 最后 最后要成熟的时候 我参与品 如果做的好吃 就是我的功劳 如果不好吃 就是前面你炒的不好 对 我都在 空里面没有 对对对 我都可以喜欢在这玩 哎呦香味出来了 对啊 很香 哇 好吃 跑那儿去吃的 哎 这个鸡肉特别有弹性 有嚼劲 一看就是在山上那 吃水果的那个鸡 而且阿姨炒的特有感觉 嗯 辣的 香香的 你尝没尝 太好吃 你那个鸡肉特筋道 怎么样 自我评价一下 就是因为经常在山上蒜里 对 所以它的口感 特有好 你炒的也好 特入味 是吧 它入味很香 这一边炒着菜 一边蔡柯伟又和我们聊起了 他的创业过程 三年前 九曲岭山庄 在蔡柯伟的精心打理之下 渐渐有了起色 小蔡眼看着就要完成自己的创业梦想 却被一个难题拦住了去路 资金短缺 看着自己布局科学日趋完善的山庄 小蔡悲喜交加 天无绝人之路 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 为什么自己一定要等呢 难道不可以边经营边发展山庄吗 可以先把收益期短的蔬菜瓜果 露营和锤钓先坐起来 吸引一部分人先来 小蔡开始四处宣传 邀请好友来参观指导 终于2013年 山庄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批客人 哇 太棒了 那个奶舱都出来了 这个鱼成本多少钱啊 这么大的鱼头 这个成本的话它不好算 怎么呢 基本上就是放牙的 就扔下去没在管它 销量怎么样 卖得出去吗 这道菜是我山庄的特色菜 所以来的客人 他都是B点 一道很鲜美 那人多的时候 你能一天能卖出多少桌 一天的话20多桌 卖个20多桌 那这一道菜就得个四五千 对 那还真不错 这道菜的话四五千是很稳定的 真不错 小菜说现在它的客源比较稳定了 这其中除了它的饭菜质量有保证之外 山庄周边优美的湖光山色 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 他当初也正式利用了这个因素 建造了露营基地才打开了市场 这怎么还有帐篷呢 这个地方是专门露营的 你建的这个东西 就是专门是给露营用的是吧 露营的木头 建了多少个 我这边总共有十二个露营平台 一路过来是不是 这样 对对对 那边水过来总共有十二个 游客专门来露营做 你这是什么时候建的 你是后来发展得不错了 才做的这个 还是一开始就建了这样 我一开始就全部建了这些平台 到时候创业的时候 这些露营平台 对我帮助非常值得 这怎么讲 因为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就是做了一个露营的节目 露营的活动 然后当时组织了差不多 有一百多个人过来露营 是当时因为你没有人知道是吧 你是做了一个宣传活动 当时对 知道的人很少 来的人也是非常的散的 然后他们来露完营之后 感觉这个地方是风景非常优美 对对对 当时给我起了很大的宣传组 就是人传人 是吧人机的这个效应 是在这看上去风景特别好 太棒了 你知道我们这之后这个环境吗 美景还有美食 咱们那个烧烤是需要预定吗 对对对 我看到你好像是把东西都给它弄得很齐全是吧 对对对我这边的话设施都什么都有的 水水电然后消防设施全部有的 在这露营很安全 就你想的很重要 一开始建个就这么好吗 做的 对对对对 我一开始就全部就 已经弄好了 一套全不齐全 一套全不齐全 还有安全员 专门一旋轮的安全员 那等一开始做个就起点比较高 对对吧 他们现在这个莱克的这个量有多少 就专门来露营的这个量 专门露营的话 反正我平时这几个平台都是注满的 都是注满的平时 哦 周末的话根本就订不上 我只有十二个平台 哦 太好了 我要告诉大家要提前订啊 对对 一年嘛就七个月 从五月份到十一月份 就这个季节 走过了这么多坎坷和困难 现在小蔡已经深深懂得了 只有经过千难万组的困难 才能尝尽灯顶的喜悦 咱现在山庄整个的这个运营 这个收入怎么样 一年差不多是两百万左右 这两百万包括 包括那个烧烤露营 差不多有七十万左右 然后还有农家菜 这一块差不多有一百万 这是块大辣头 其余部分就是住宿跟那个水果采采 这一块是占的一小部分 那个运营成本有多少呀 运营成本的话 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差不多一百万 一百万 包括人工工资 还有水电费 全部算三年 那也说你的利润 有一百万一年 对对对 那还挺不错的 去享受生活 也赚了钱 告别了蔡科伟 我们又一路驱车 来到了东白湖镇 90后大学毕业生 金志鹏自家的农家院里 正赶上金志鹏 在用古法制作具有当地特色的石墨盐卤豆腐呢 这是我们做豆腐的第一步 就是挑选黄豆 为什么挑选 因为这个豆呢 是我们自己种的 就是然后它 塞的过程当中呢 它可能有会 就路上石子 然后一些 比方说像这些不太好的豆 我们要挑掉 金志鹏是一位90后大学生 从小就对农事感兴趣的金志鹏 如今在家乡 成立起了合作社 种上了50多亩的蔬菜 并且每天以快递的方式 将新鲜的蔬菜 送到城里客户的手中 同时他还把本地传统的农产品 也附带着卖到城里 这不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您看 今天正好让我们赶上了金志鹏 制作着手工石墨盐卤豆腐呢 你每天要磨多少豆子呀 每天我们大概卖100斤豆腐 100斤豆腐呢 我们需要30多斤豆 30多斤豆 我们大概需要磨三个多小时 哇 这真的是一个力气化 所以我们这个豆腐价格才会高 你为什么不会有机器 机器呢 它是一种就是说现代化的 我们这个呢就是保持这种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 手工石墨盐卤豆腐 就是当地传统的制作豆腐的方式 通过石墨将黄豆磨成豆浆 用水稀释后再滤渣 之后再在柴火灶上烧煮 烧过的豆浆就可以点盐卤了 我发现每一个做豆腐的人 在做这个点豆腐的环节的时候都特别专注 基本是不理人的 因为这个环节是很重要 对 这个是 其实这个 沿路其实是一个凝固剂的 把这个豆腐 然后它结成小块 对啊 就是说这个环节是不是特别重要 成功成功 对 最重要了 而且这个豆腐的老或者嫩 也是这个时候要做开来的 您那个跟谁学的做豆腐呀 跟阿伯 跟阿伯学的 就是传下来的 是吧 看到有像那个豆花 结起来 现在就是豆花嘛 哇 喝的不均匀 可以了吗 可以 还可以吧 还有碗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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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给豆花的多了 不没会 我担心会流出来 你做一个示范我看看 哇 要咬的那么小 小金说 他们制作的豆腐 因为是用当地的水 和自己地里产的黄豆 同时也是因为用古法制作 所以口感和味道 就是和城里的豆腐不同 所以一推出 就受到客户的喜爱 这也是他没有想到的 小金说 之所以他们制作的豆腐 销路这么好 除了古法制作之外 还得感谢他家乡的 好山 好水 好空气呢 豆腐好了吧 好的 哇 你们这个豆腐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那边这鸭子 它会有一点光滑 那我们这个到底面也光滑了 这个是上表面 还有一个是下表面 我们要翻过来才会看到 然后我们翻 销售的时候是要翻的 对对对要翻出来 这个板是这样用的 这种水自己控出来的 是不是豆腐的软硬度 特别软 其实特别软 我们切出来就能看出来 对于切豆腐这个锅 我一直觉得很神奇 是真的 因为我总觉得那个东西不太好控制 我可以尝一下 是吗 我能来切一块吗 可以 主要是我没干过这个切豆腐的 是的 你看它那个横截面 就跟北方那种压得很实的 是不是一样的 这个不一样的 好吧 我先尝一块 其实沾一下酱油味道更好 我就要吃原味的 好吃 你这个豆腐是卖多少钱 10块钱一斤 市场上是普通豆腐的 3块5左右斤 你比它贵 两倍的样子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物有所资 因为我看到了 很辛苦从那个挑豆子开始到 这个重型 我们每天做的也不多 其实就这么几斤豆腐了 对 因为要做的多可能就没不过来了 对对对 而且我是觉得应该是物有所值 真的好吃 制作这种当地的盐卤豆腐 只是金志鹏拓展蔬菜配送的一项业务 那么他的蔬菜配送事业 又是怎么做起来的呢 我们这边这个环境也很好 就是说生态流去嘛 然后综合这方面又是就是我们把这个生产源头全部控制了 然后通过网上营销 通过我们线下再配送到这个客户的家里 就是说整套的这个流程全部我们自己控制了 然后你当时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对当时有这么个想法 那你怎么开始实施的第一步 第一步是我自己从这片地开始包 然后就包了这边包了 这是你最早包的一片地 最早包到这边五亩地嘛 然后从这边开始做 然后就是当时我自己预压 自己就跟田了 把这个整个土地全部放过来 然后就开始种子 那当时第一年呢 其实也没收入 就是第一年 就第一年总共种了二十多亩地 当时亏了二十多亩 幸亏当时没有多种 多种就陪人家做 第一次创业的金志鹏 就这样亏掉了父亲原本用来买车的二十万元 心有不甘的他 便开始每天琢磨着如何再次创业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 他看到电视里 正在拨着本地农商银行 给大学生创业贴息贷款的信息 于是金志鹏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去了趟农商银行 没想到他的这个决定 便成就了他日后的蔬菜配送事业 当时贷了多少钱 当时第一次贷了五万块钱 然后就继续种子 然后后来就是还是需要扩大 然后再去贷了一笔 就是再贷了二十万 然后再继续扩大继续种子 我们当初是书记市政府 市政府团委牵头的 那么为了响应这个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那么鼓励我们的出去到外面 学习大学生能够回下来创业 那么团委牵头 后来通过我们市金融办 然后我们当地租记银监办 来后来落实到我们租记农商银行 最终来合作这个项目 那么我们农商银行 为大学生回乡创业的这个群体 提供了一定的金融支持 那么这部分贷款也是专款专用的 抽到了第二次创业资金的金志鹏 又想出了一招 在2014年高考期间 金志鹏免费送出了上百份自己产的绿色蔬菜 让考生免费试吃 这一下给他的蔬菜销售打开了销路 每年的这个营业额能有多少 配送和运营其实也占一大块 对 你是要在里面快速的送达 对 每天就是需要去送 那你的利润是50万左右 对 50万左右 可以 是你个人利润吗 对 那挺好的 本期节目的主人公年轻 勤奋 充满着朝气 他们从事的这个事业呢 就是把身边的好生态变为财富 将那句古话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那就是守护好的青山 保护好的绿水 自然能够带来财富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是韩东 咱们下次再见 这里是云南边陲 过去由于地处深山 交通不便 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 吃不上 翻的吃不上 就是每年都要 差几千块钱的复占 现如今 却因为这一根 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树苗 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块多啊 三块多一块 一株啊 三块多一株啊 小树苗给当地带来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在那个八十万左右 这雷雷果实的背后 更是蕴藏着巨大的财富 进去收看明天的生财有道 上一山左右 év装领 结联 Protocol